面对铺天盖地袭来的敌人 最保险的办法并不是躲避 迅速开枪直接结果他们 才是真正的保命之导 Hello大家好 我是专注者现在跑题的不死鸟琴玄 2022年11月22日 臭目GOR1在NS Drive的各个平台正式上线 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好 通常情况下某款游戏 即便有问题 只要不是太过分 也就是客观陈述一下 基本不会说什么太过分的话 毕竟这世上哪有完美的游戏 实在遇到太烂的游戏 最多也就吐槽一下嘲讽两句 但臭目GOR1绝对是一个 近几年来难得遇到的 值得骂他一句的好东西 这他们什么XX的玩意 他值得一骂倒不是因为素质烂倒 惊天地气鬼神 而是因为作为一款续作 臭目GOR1除了画质与视角控制这两项 因为游戏开发技术迭代 必然有明显进步的地方 游戏其余的部分 与18年前的臭目OD相比 说毫无进步都算是夸奖 不知道本作的开发人员是真的太热爱之前的两部作品 所以不愿意做出哪怕一点点顺应时代的改变 还是因为他们真诚地觉得玩家们肯定非常迷恋过去的原汁原味 所以他们将那套放在20年前还行的系统直接丢到玩家面前 可如果只是单纯的毫无优化也就罢了 但经过开发人员的一番努力 新游戏的系统相比过去还能感受到明显的退步 这就让人觉得非常荒唐了 而且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底气 还不允许玩家自己修改那蹩脚的手柄键位设计 导致游戏根本无法还原过去那爽快无比的操作感 PS2上的两部臭目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地方 其实并不是游戏的质量 而是它抓人的美术风格 但从臭目921预告片释出的那一刻就能看出 它连这一点都没能坚持住 虽然还是可以从角色的造型直接看出这是一款臭目游戏 但真实比例的角色形象 完全失去了过去那种狂野又荒诞的味道 而新游戏中明亮又绚丽的场景设计 也同过去老游戏阴郁诡诀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当然即便是有些烂 但价格合理的话最多也就引的人吐槽一下 但看到Steam国区人民币199元 PS5和Xbox港幅299港币的价格 不得不说就这么个素质 敢标这么个售价 梁静如在你们公司开专场了吗 幸好他首发加入了XGP 让很多朋友可以低成本体验一下 然后果断卸赞 我真的非常想对制作团队说 情怀饭不是这么吃的 更何况臭目的这碗情怀 还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说完了这个荒唐的游戏 我们还是回头看看 距离臭目GOR1 20年前的初代臭目 2002年7月17日 初代臭目登陆了PS2 关于臭目的游戏品质到底好不好暂且不论 但这部作品当年确实是带着非常强眼的光环降生的 臭目的开发公司Red 因为与世家携手制作了 如今依然富有影响力的樱花大战 当年在玩家中的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Red的创始人广景王子 本身在动漫界也拥有一定的号召力 所以Red当时能够请到 内藤太虹与藤岛康介两位大神 分别担任臭目的人设与机设 这部作品就已经足够引人关注了 而两位大神确实也没有让人失望 可以说臭目至少在美术方面 是一款下足了功夫的作品 当年臭目吸引到我的 确实是游戏封面透露出的非常强烈的美术风格 虽然说封面漂亮 游戏不一定好 但当年毕竟是买盗版碟玩游戏 就算游戏真的坑了 三块一张碟的价格也不会太心疼 而且臭目的游戏品质 也让我觉得这三块钱没白花 其实作为一款游戏来说 臭目的系统设计是真的有些过于简单了 而且在鬼气上市一年后 推出一款主角使用双枪的游戏 不得不让人怀疑Red是不是 想要蹭弹钉的热度 但进入游戏后的实际体验 却完全感受不到任何一点蹭热度的地方 众所周知鬼气系列 一直是对操作有一定要求的硬派动作游戏 而臭目则完全是一款对操作要求非常低的爽优 游戏中不仅可以攻击敌人 场景中的大部分物体都可以被玩家摧毁 当然能摧毁一切还不是它最爽的部分 再来看它似乎是一款TPS 然而实际上游戏过程中 玩家根本不需要进行精确瞄准 控制主角布兰登使用枪械对敌人发动攻击时 他会自动瞄准视线内所有能够被击中的目标 如果想要集中攻击某个敌人 只需要按下锁定键就能够实现自动锁定 甚至玩家还可以在设置菜单中 直接开启自动连射选项 之后就可以一路突突突 其他的设计游戏 除了准确迅速的进行攻击 玩家还需要在游戏中做出大量合理的躲避动作 以提高角色存活的可能 但冲目的控制系统虽然设计了躲闪动作 而且还能边躲闪边射击 但面对铺天盖地袭来的敌人 最保险的办法并不是躲避 迅速开枪直接结果他们 才是真正的保命之道 闪避动作只有在同BOSS进行战斗时 才能稍微的发挥一些作用 游戏过程中除了使用双枪 还可以挥动棺材发动近战攻击 理论上远近结合的战斗模式 本应该更有效率一些 但攻击距离与频率实在有限 所以近战的实用性一点都不高 虽然近战实用性有限 不过这个帅气的棺材 也并不是单纯的装饰品 它本身是一个装满了各种强力武器 用来发动DS攻击的超级大杀器 玩家在短时间内 持续进行杀伤或破坏 就可以提升beat数值 当beat数值升到一定程度 屏幕左上角的DS能量就会提升 当DS能量续满一圈后就会增加使用DS攻击的机会 DS能量值最多可以存储9个 战斗过程中也可以打开暂停菜单 切换不同的DS攻击 当然他们消耗的DS量也不同 除了切换DS攻击 在这个选项设置中 还可以消耗DS能量来恢复主角的血量 这也是游戏中唯一的回血手段 不过在普通模式的大部分流程中 也许不太用得上这个恢复功能 因为角色遭到攻击时并不是直接扣出血量 而是先削减血槽下方蓝色的防御值 防御值只要一段时间不受攻击 就会自动恢复 所以只要攻击速度够快 即便与敌人直接站桩激情对射 也基本能在防御值耗尽前将敌人全部消灭 然后等待防御值恢复 除了强大杀伤力的DS攻击 游戏中还有一种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发动 但表演性极强的必杀技FDS 在Boss战过程中当Boss的生命值减少到一定量时 如果角色还存有DS能量就可以发动FDS FDS发动后会播放一段不可跳过的炫酷战斗动画 并直接将Boss击杀 臭目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独特的美术设计 及爽到飞起的战斗流程 但话又说回来 爽归爽 这部游戏的耐玩性确实不足 游戏的总流程很短 总共只有6个关卡 正常情况下通关普通难度大约只需一个小时 通关后虽然有追加新要素的Xtry模式 但也没有增加太多的游戏乐趣 重复进行游戏的吸引力确实不足 场景设计的统一性很强 无论是过场动画还是战斗场景 整个游戏进行期间一直都非常的阴暗 即便是有阳光的场景也让人感受到毫无生机 相当契合游戏剧情想要传达的气氛 而这样的场景设计 却又与爽快的战斗流程形成了鲜明的冲突效果 更让人对臭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这个整体阴暗的画面效果 玩游戏的时候会觉得氛围很好 但长时间盯着这样的屏幕 多少也容易让人产生势疲劳 说到游戏画面造成势疲劳 这里我就要和大家介绍一下 明记的EW3270U显示器 作为一款游戏娱乐爱眼屏幕 对干游戏的用户很友好 它拥有四段式低蓝光模式 减弱了屏幕蓝光对眼镜的刺激 同时还运用DC直流技术 有效的降低了屏幕屏闪 更进一步的缓解 长时间使用屏幕造成的湿疲劳 除了低蓝光与低屏闪 EW3270U更重要的是 它搭载了明记独有的BI加智能调光技术 因为我的工作台就在一个向阳的窗边 全天不同时段 光照变化非常明显 而我每天又需要长时间连续待在工作台前 之前整天都要随着光线的变化 多次手动调节屏幕明暗对比 来确保屏幕显示效果并防止失疲劳 但是有时候因为工作繁重 或者因玩游戏过于投入 还经常会疏忽大意忘记调节屏幕 最终导致眼睛干涩难受 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 而EW3270U的BI加智能调光技术 就让我省去了这个烦恼 BI加智能调光技术 通过位于屏幕下方的光传感器 感知屏幕周围的环境光 自动调节屏幕的亮度色温 同时搭配HDR使用的话 不仅可以自动调节 因HDR模式产生的高亮度 还可以针对显示画面的内容 做出针对细节的局部优化调整 使得屏幕显示的画面 不会在亮的环境下过曝 也不会在暗的环境下丢失细节 江湖传言 当年世家其实准备发行音部 神枪的慢改游戏 但这部游戏在开发中途 却被突然宣布取消 而世家对于取消的原因 没有进行任何的说明 但不久之后 冲目就上市了 世家还担任了他在北美的发行工作 游戏上市一年后的2003年10月 由之前负责过樱花大战与神枪动画的 《风人院》制作的 《冲目》改编动画正式开播 介于《内藤太虹》 世家 《瑞德》与《风人院》 相互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 以及《冲目》游戏与动画 微妙的上市和开播时间 有人推测 那款被取消的神枪游戏 有可能被稍微换皮 变成了后来的《冲目》 当然这也只是部分玩家的猜测而已 而由《风人院》制作 《黑田阳界》负责剧本的动画版26集《冲目》 故事剧情的整体脉络 虽然与游戏基本相同 但它花了一半的篇幅 详细地讲述了 在游戏里被快速带过的 主角格兰夫生前的回忆 同时还加入了大量游戏中 没有出场过的原创人物 相较游戏有些简略晦涩的剧情 动画版的故事更加生动细腻 2004年3月4日 就在动画版《冲目》的故事 进入尾声阶段时 《热》趁热打铁 游戏标题中的OD 是英文Overdose的缩写 为了让长篇的故事更合理 动画版的故事细节和背景设定方面 做了很多适当的调整 甚至故事的最终结局 也同初代游戏大相径庭 这些调整虽然让游戏与动画的剧情设定 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但并不妨碍动画版的部分设定 及原创角色出现在了《冲目》OD中 比如动画中石刚博士驾驶的卡车 在初代《冲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在《冲目OD》中 他正式成为了主角团的移动基地 而只在动画中出场过的 反派头目哈里的妻子 薛丽·麦克·道尔·沃肯 则在《冲目OD》中复活归来 并成为了格兰夫一样的死人战士 加入了反派克鲁西涅家族的黑帮 司机与格兰夫决斗 以报三年前 他杀死自己父亲与丈夫的仇 因为《冲目OD》当年 曾推出过官方中文版 所以相较初代 很多国内玩家 对这部续作的印象更深一些 《冲目OD》的基本系统相较初代 没有本质的变化 战斗依然主打一个爽字 不过还是加入了一些新的要素 来丰富战斗体验 初代《冲目》除了翻滚回避 完全没有其他的防御手段 而本作设计了一个防御动作 可以让角色直接抵挡 来自正前方的所有攻击 不过在乱成一团的战场中 这个功能的实用性并不高 在游戏的默认模式下 长按射击键可以进行蓄力 蓄力完成后会发射一连串 攻击力超高的子弹 在应对某些体力较高 或带有防御的敌人时 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如果在游戏开始前 在系统设置中 开启了手枪的自动连发功能 蓄力攻击便不可能被触发 初代中有些鸡肋的近战攻击 在《冲目OD》中的实用性 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不仅攻击速度提高了很多 而且部分敌人增加了 针对远程攻击的防御手段 在面对这些敌人时 使用近战能更有效的将其消灭 除了用于攻击 近战还被赋予了一些防御功能 它能够用来反弹敌方发射的火箭弹 DS攻击的类型也更加丰富 不过需要伴随游戏的流程推进 才能解锁新的DS攻击 不过某些高级别的 减速DS攻击的实用性也不太高 而初代中表演性质极强的FDS 在本作中不再由玩家主导发动 彻底变成了特定阶段播放的战斗动画 流程不耐玩是初代冲目的一个大问题 而本作的流程得到了大幅的延长 游戏普通难度下 通关一次游戏的时间 大约需要3-4小时 而且在通关一次游戏后 玩家还可以选择 1013和赤红比利这两个新的角色 来体验游戏 虽然两个角色的基础操作 游戏流程相较格兰夫 没有太多变化 但角色性能差异 还是非常明显的 通关后除了追加新角色 特别模式也加入了更丰富的内容 不过对于一款视角控制本来就有些问题 而只要开始战斗 屏幕里就能乱得飞起的游戏来说 单纯改变了摄像机位的主视角模式 体验实在是有些不太好 虽然加入了大量的新要素 但是冲目OD的评价反而没有初代高 冲目OD的画面相较初代 无论是场景还是人物的细节变得更加丰富 但是除了过场动画 战斗的流程并没有继续使用初代的三逊二画风 所以一些玩家觉得虽然细节提升了 但是冲目OD的韵味少了些 不过究竟是纯3D更好 还是三逊二体验更佳 说到底更多是基于个人的主观感受 而冲目OD画面最大的问题是他不如初代稳定 虽然初代的画面粗糙了些 但他能基本保证60帧 而冲目OD从头到尾只能勉强维持30帧 一些战斗激烈的场景甚至达不到30帧 初代游戏的流程几乎全是线性的 玩家游戏过程中只需要一路开枪突突突 根本不需要考虑巡路 而冲目OD的部分关卡加入了一些 需要玩家主动探索的部分 虽然说这丰富了游戏的体验 但也有些玩家觉得这些无意义的探索 打断了原本连贯爽快的战斗节奏 导致游戏体验出现了脱节 江湖传言冲目OD中 格兰夫使用的地狱犬其实并不是无限子弹 在背景设定中 这两只手枪更装有10亿发子弹 但实际上游戏系统中 地狱犬时装的子弹数量只有50万发 虽然相较设定而言 弹药时装量缩水了99.95% 但除非有人刻意尝试 正常游戏中是不可能将50万发子弹全部耗光的 其实我个人并不关心这则传言真假与否 我更关心的是究竟有没有人真的嫌疾无聊到会去验证这则传言的真假 因为新上市的《臭目921》中包含了初代臭目与臭目OD完整的剧情回顾视频 我会在本期视频更新的同时单独上传这段剧情回顾视频 想要了解臭目故事剧情的朋友可以自行前往点击观看 在这里我就不详细展开了 下面我会介绍一些在这段回顾中被省略的重要信息 整个臭目系列的故事都围绕着一种名叫Seed的物质展开 在初代臭目故事初始阶段 Seed被描述为一种让使用者在短时间内变得更强壮的违禁药物 实际上这些被黑帮成员当作违禁药物销售的Seed 只是真正Seed的生产过程中本身的低质副产品 同所有违禁药物一样 低质的Seed同样有严重的副作用 它会不断的让使用者的身体恶化 诱发精神错乱并最终致其死亡 而真正的Seed也被称为PureSeed 它的作用是将使用者转化为名叫奥格曼的亚人 成为奥格曼后被转化者原本的人体细胞会变成乳白色的透明物质 而当他们死亡时还会发出蓝白色的强光 被转化者进行转化时的个人意志会影响成为奥格曼后的身体机能 但即使是最低级的奥格曼也有超越普通人类的力量 不过使用PureSeed完成转化的奥格曼基本上也失去了人类的心智 还有一种比PureSeed的规格更高的Seed药剂 它不仅能提升使用者的身体机能 还能让使用者获得形变和再生等各种特殊能力 让他们成为更强的奥格曼 除了能力更强外 高规格Seed的使用者在接触Seed后 外形并不会立刻发生变化 他们依然可以像普通人类一样正常的生活 只需要在必要时根据本人意愿转化为奥格曼 而且变为奥格曼后他们依旧能保持人类的心智 初代臭目第三关BOSS鲍伯·邦德·马克斯 第四关BOSS巴莱伯里 第五关BOSS贝尔沃肯 就是这些高规格Seed的使用者 不过初代臭目的故事中并没有详细的说明Seed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在动画中Seed被描述为亡灵计划的衍生产物 而在冲目Od中明确了Seed源自一种被称作马士萨拉的外星生命体 他们曾在遥远的过去造访了地球 并留下了一艘飞船 这艘飞船之后落入了冲目Od最终BOSS卡里诺的手中 而马士萨拉唯一的繁衍方式 就是通过寄生其他生命 然后将其腐蚀通化 而人类使用Seed变为的奥格曼 就是马士萨拉的一种形态 这里显扯一句 马士萨拉在圣经的记述中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 共活了969岁 他是亚当的第七代子孙 马士萨拉187岁时 他的儿子拉麦降生 马士萨拉369岁时 拉麦生下了造大船的诺亚 马士萨拉过世后的第七天 诺亚迎来了自己600岁的生日 也就是在同一天 上帝降下了那场毁灭世界的大洪水 因为超长的待机时间 马士萨拉后来成为了西方长寿者的代名词 不过如今有一些学者认为 典籍中关于马士萨拉 甚至整个亚当家族极端长寿年龄的记载 有可能是古代文本流传过程中 有人将月物以为年的结果 马士萨拉的真实寿命 应当是969个朔望月才更合理 每次看到提出这类非常理性质疑的人 我作为一个纯粹把圣经等宗教典籍 当作神话文学来读的普通人 就觉得他们严肃的思考中 总是带着一丝莫名的搞笑 闲扯结束 下面继续聊臭目OD系列中 另一个在游戏剧情里没有交代清楚 但又非常重要的设定 也就是让主角布兰登 变为死人战士格里夫的亡灵计划 亡灵计划在动画版中的设定 是由石刚博士创造的人体改造技术 而在臭目OD的剧情中 亡灵计划与SEED同样 是在对马士撒拉遗留技术研究过程中诞生的 他可以将死者复活并赋予这些死人士兵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 以及远超常人的力量速度和耐力 基于被复活者个体之间的差异 他们复活后各项能力增长的幅度并不同 不过即使是最弱的死人战士 战斗力也要远远高于普通人 他们能够轻易使用那些常人无法操作的武器 比如主角使用的地狱拳 与同样是对人体进行强化而产生的奥格曼不同的事 即便被改造为了死人战士 也不会让复活者失去人类的基本外形 但复活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比如主角格里夫在成为死人士兵后 就失去了生前的所有记忆 而《冲目欧帝》中登场的唯一可以使用地狱拳主守的 被称为最强死人的凡格拉姆 则是无法正常的言语 不过游戏中登场的其他几位死人战士 并没有展现出类似的后遗症 所以目前无法断定 格里夫与凡格拉姆的失意与失语 究竟是因为生前致命伤所致 还是接受亡灵计划改造所致 虽然成为死人战士能拥有超强的自语能力 让他们具备看似不朽的躯体 但实际上死人战士依然要依靠血液维持身体机能的正常运作 还需要定期更换体内的血液 最后再闲扯一句 初代《冲目》的全球销量大约在30万份左右 这个销量放到今天来看 很多人或许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在当年 大部分主机平台的游戏销量过百万就已经能大吹一番 一个全新的原创游戏能卖出30万份 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当然初代《冲目》能卖30万份多少还拖了内藤太红枪绳的服 《冲目》的游戏中确实能看出很多枪绳的影子 而当年《枪绳》的漫画在欧美地区人气也颇高 所以《冲目》连带着占了些枪绳的光也是可以理解的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 2023年1月《枪绳》的新动画好像就要开播了 再联想一下《冲目》GRE的上市时间 有些事似乎就变得很玄妙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三连并关注我 你的简单肯定与支持对于我都有重要的意义 做一个新up 我会继续努力带来更好的内容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有自己的见解或意见 请务必在下方留言或弹幕告诉我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